好 体坛消息来看到 国际少年运动会落幕了 那么花莲代表队获得一金 二银二铜的佳金 那么其中呢 玉璃国中学生周以珍 虽然身材娇小不如其他国家选手 但是凭着要为家乡争光的心情 在田径女子牵球的项目当中 指出13公尺七二的成绩拿下了冠军 成功为花莲摘下一面金牌 俏丽的短发水汪汪大眼睛 她是周以珍 开心的跟家人聚餐 庆祝才刚刚夺下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牵球冠军金牌 家人们兴奋的拿着金牌与她合照 国际少年运动会7月15号到20号 在墨西哥莱昂市狮子城行 台湾有台北 新北 云林 花莲等城市组队参赛 周以珍虽然周车劳顿到墨西哥参赛 让体力面临考验 但是她一站上赛场展现大将之风 丝毫不畏惧他国身材高大的选手 在第二次投指时 直出13米七二的惊人成绩为花莲摘金 有蛮紧张的 在国外跟国内的比赛都感觉不一样 别想那么多 想说目标前八 没想到还可以第一名 这个成绩消息回到部落 家人都非常开心 回国的第一天 浊西湘中正部落族人以车队来迎接周以珍 妈妈表示从小周以珍就热爱田径运动 未来会继续支持她的选择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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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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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很向往在体育上面有很好的成绩 那身为她的父母 我们就是支持她 对 那当然是体育支入是很艰辛的 那我们就是 不管她给我们的事 是否是影后输 那我们就是永远就是正向的鼓励她 田径教练刘志宏说 周以珍平时训练相当自律也不服输 在国际少年运动会达成目标后 终于能卸下心中大石 暑假过后她将进入花莲体中救赌 持续朝体育之路迈进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